你只是一个讲道里的父亲 却是连累计通缉犯都惹不起的人物 嘎人如麻的犯人宁愿死也绝不敢落你手里 因为你是阎罗的称号手上还在宣传开 当看到你走来 立马全盘拖出还能少受点罪 而我就喜欢准硬的犯人 一道制宝 一无止格 因为我激活了一无止格系统 无论怎么殴打犯人都不会致死 伤势还会在半个小时内痊愈 什么 我竟然不认罪 而今天正是你上班的第一天 此时你正被所长喊到办公室看了一段视频 画面中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女行走在路上 然而就在她路过胡同口时 从里面冲出来两个人 随后将少女拽到胡同里面 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 指导员徐猛看着我如此安静的模样点了点头 不错 是一个好苗子 但下一个 我一拳直接吹到了办公桌 所长 犯人呢 我吹爆他的头 张景年必连我懂你的表情 犯人就在咱们所里关着 听到这话 我转身就要出去 徐猛紧忙拦住我 站住我们把你喊来 是让你破案的 犯人拒捕交代藏尸地点和帮凶 再有半天 这刑侦大队就会过来把犯人接走 到时候这案件你将无法插手 只有半天的时间 你能完成任务吗 我气同伟立下军令状 只需要一个小时 我就让这人扎交代个干净 去吧 让我们看看你的能力 同伟 除了是我来扛 放心大胆去干 存命 徐猛和我来到了所里积压犯人的房间 一级通缉犯两条腿和一条胳膊全都打上石钩 脸上还轻易快 这是啥情况 当时他拒捕 这些是张所长与他搏斗留下来的伤 当时张所长也受了很重的内伤 徐猛说起谎来 神色平常 我警告你不要乱整发啊 告你毁谤知道吗 我告你毁谤啊 他毁谤我啊 交给你了 徐猛刚要离开 就发现所长也过来了 而此时我缓缓走到通缉犯身边 我刚刚看过视频 你的嘴很硬 什么都不说 还有个同伙逍遥反外 你说的什么话老子听不懂 你个辅警 一个月才几百块 你玩什么命啊你 难怪他们把你派进来 是想让你顶包吧 我充耳不闻 看着一集听之犯 狂妄的眼神 照着老二就是一词 刹时间撕心列费 搬着声音小车 在整个派出所 你既然知道我是辅警 知道我是来顶包的 那你这伤就太轻了 张景年和徐猛 看到了这一脚都猛了 齐同伟下手太重了 所长张景年也是眉头一重 同伟把他嘴堵上 他老这么叫 听得心烦 遵命 真爽啊 老子要不是所长 别得这么揍他 张景年突然想到 昨天他面试的时候 齐同伟根本就是一副 文弱书生模样 手无负机之力的感觉 初见并不让自己喜欢 没想到这才第二天 就暴露本性 这哪是书生 这简直就是颜望颜 徐猛本以为 他能有什么特殊手段 没想到精识 对这里通一顿蹂躏 我看着一集通缉犯 破防百分之四十的标志 也懒得省 抬脚就要再给他一下 等等等等 A通此时再也受不了了 你难道不问点什么吗 不需要 然后又是一剑重重落下 你死定了 我必杀你 齐同伟双眼默然 而在外面观看的张景年 和徐猛更是瞠目皆舍 张景年光是在外面看 就感觉当不一阵发凉 同伟真他妈的尿性 我隔着窗户 都能感觉到他的饥饿如仇 我越来越喜欢这饺子了 所长 是侦查大队牛队长 亲自来要人了 什么 牛队长 不是说下午来吗 老徐跟我一起去 怎么也要给同伟拖出一小时 张景年回到办公室 发现正中坐着一位大汉 牛大哥不是说下午来吗 您怎么提前来了 那个谁 通知厨房今天中午加餐 我要好好宴请牛队 牛卫国低头看了一眼 办公桌上的大洞 老张 不需要 今天我来就是带走一通的 告诉我他关在哪 牛卫国这些天和受害者家属沟通 走访了女孩的学校家附近的邻居 一位品学兼优的好苗子 就这么毁在人渣的手里 他现在只想赶快带走犯人 送他吃花生米 牛大哥别急 人在我这里你还担心啥 只不过现在有点小情况 张景年拿出自己都不舍得喝的茶 准备给牛卫国亲自泡上一壶 牛大哥 来尝尝这个 我这可是从省里搞的古术老班章 十八万八呢 牛卫国看了一眼张景年 就因为人在你这我才更不放心 这次的犯人让你打成什么模样呢 缺胳膊少腿我都不在乎 能留口气说话就行 张景年非非地笑 老张你这是干什么 牛卫国此时并不知道张景年打了什么算盘 所长感官刑侦队长 他这辈子都没遇到过 张景年反倒一点都不怕 在这等一个小时之后 我就将犯人给你 老徐 你给我把门打开 感官刑侦大队队长 河东派出所真是反了天了 任他怎么叫好 老徐全当听不到 另一边一通痛哭流涕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明明是个警察 本应来审问自己 但就像是来送自己上路 什么话也不问上来就答 没这么欺负人的 而齐同伟看到犯人头顶破房的数字 达到了100% 准备认真审审这个一通 上级讲到齐同伟第一天上班 就奉命去审讯花季少女的 以及通缉犯 我不仅没有着急审讯 反而还用锤子先给一通全身做了一套按摩 细腻的手法却让一通痛哭流涕 和同伙的详细信息 只知道同伙买了今天中午12点的火车 准备逃离这里 齐同伟刚准备回去汇报 就发现所长他们都在看着屋内 饶式见多识广的士行针队长 牛卫国也没见过这种场景 领导好 怎么了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张景岚嘴角一抽 审出来了吗 齐同伟点了点头 主犯会在今天中午12点乘坐火车逃离山城 牛卫国锦王对着众人下达命令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 河东派出所负责外卫安保 我们负责其中的抓捕 一转眼 河东派出所的警车就集体出动了 而我则早就单独开了一辆警车不见了踪影 恭喜宿主获得能力 自动补权案件关键线索 并获得犯人逃跑计划 请宿主不放过任何一名罪犯 任何邪恶终将神之以法 突然眼睛风鸣骤变 齐同伟出现在那天夜里 周围的一切都停在原地 发现火车票竟然只是从山城县到隔壁市 他肯定要坐大巴车去往隔壁市偷渡离开龙宫 随后一张地图出现在铜尾脑海中 蓝色的线标注出了敌人的逃跑路线 山城长途车站 我时间不多了 我刚到车站跑 就看到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虽然看不到全脸 但凭借自己的直觉 此人绝对有问题 喂 站住 男人看到我身形一颤 但仍强装镇定 警察大哥 怎么了 而我没有一句废话 直接就是动手 男人也没想到我上来就动手 连都没来得及拔出来就被彻底拿下 山城长途车站口本就人来人往 突然间有两人打架 路过的行人都围了过来 我踩着男人的身体 抬头望向惊慌的人群说道 我是警察 这名犯人已经被我制服了 说吧 你将 藏在哪里 警察同志 您说什么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你见到我为什么浑身遗产 还说你不是犯人 因为我西超能排洗衣粉 对不起警察同志 我境界粉锁后一定改过自新 你点了点头 默默后退并拿起大喇叭说道 上个月十号 我现在要去超市买点东西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通缉犯 你们打人是犯法的 不能当着我的面打 周围的人听到这句话立刻聚集了起来 大部分人都看过警察发出的通缉令和视频 家人们谁懂的 你都吓得去手 真是畜生 我忍不了了 通缉犯直接被人群围殴了起 等到时机差不多了 我又回来了 大家冷静一下 说吧 你要是不说 我真没办法保证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 警察同志 我交代 我都交代 就藏在城北飞汽工业园的水泥管道 早这样不就好了 同志们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没有结账 你们再帮我看一会儿 至于结账 超市收银员都拿着扫把冲出去 还结个鬼 恰在此时 所长打电话来了 犯人真的要坐火车走了 我们压着人挨个审查 都没发现犯人的身影 张景年说到气头上 反手又给了犯人两巴掌 所长 另一名凶手 已经在长途车站被我抓获 电话另一头牛队长已经急不可迈 什么 在长途车站 喊住他 我们五分钟就到 不一会儿五辆警车 气刷刷停在长途车站门口 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 犯人还活着吗 牛为我赶忙拿出喇叭 让开都让开 路人纷纷让开一条路 可直到此时还有一名男子 全然不管警察的何耻 一下一下地打在犯人的脸上 我上前一把拉开中年男子 警察同志 看着面前憔悴的中年男人 齐同伟竟然真的放开了双手 隐约间 你仿佛听到了男人的一声谢谢 这一幕牛为国也看到了 齐同伟你在干什么呢 拉着他呀 我全都没听到 自己虽然两世为人 但并没有孩子 无法深刻体会到这种痛苦 可是当看到中年男人双眼的那一刻 双手就再也无法拉住 牛为国看说不动我正要亲自上前 却被张景年按住肩膀 除了是我扛着 牛为国被气得够呛 你看什么 连层地点都没问出来 犯人就要死了 张景年这才想起来 但还未等他说话 我便抢先说了 我问出来了 就藏在城北废弃工业园的水泥管道中 听到这话 牛为国叹了口气 谁叫我也有个女儿 老张走 咱们先去吃个午饭 张景年眉头一皱 吃饭可以 这次可该你请客了 徐猛无奈地指挥起来现场 你们疏散人群 你们用警车把这里围起来 脑轰轰的 让人看到成什么样子 随后看向同伟 跟我走 咱们去把受害者找回来 说完徐猛便带着我去车离开了 谁能想到 这小伙子刚来派出所不到一天的功夫 竟然连破两桩大案 谁会不喜欢能破案的警察呢 同伟啊 包子吃什么线的 刚好有家包子店 猪肉就行 徐猛直接下车去买包子 就在此时 你突然看到前面搬家公司的小面包车不对劲 刚刚搬家工人扛着的麻袋里面装得明显 当然 让你能够确定的还是脑中系统声音 检测到宿主遇到 并且犯人驾驶技术高超 挪到主驾驶位置上 突然间你竟然感觉到自己和这辆车融为一体 轰扬声响起 明明不是四驱 但四个轮胎却正在与地面高速摩擦 推背感猛的出现 上次有这么强烈的推背感 还是再上次 什么情况 徐猛听到声音走出包子铺 却看到他的警车像火箭一样窜了出去 我擦 发生什么了 我没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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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同志 您还没给钱呢 上级讲到七通尾 第一天上班就抓住了 最花旗少女的另一名猫童 就连指导员都要亲自给我买午饭 恰逢此事我又发现了两名 并获得系统加持与警车合二为一 救人心切的 我没等指导员上车就冲了出去 害指导员没结账就跑了出来 包子铺老板足足追了两年半 而面包车上的女人 见我追上来慌得不行 大哥不好了 那个年轻警察好像发现我们了 怎么办 用这辆垃圾 想因Evolution 你是不是有病啊 想当年我在秋明山是用排水 今天就让山城的警察见识一下 我独腿战神的强大 把你的手握住了 喂 开那么快感觉见你太奶啊 不要乱丢垃圾 女人已经吓得要尿了 哥 要不算了 我俩又没噶人 我独腿战神怎么会输 坐稳了 担计 起头 面包车速度再次加跑 时速直逼150 呦哼 来尽了是吧 来 180码 喂 开快点啊 校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都比你跑快 来 茄子 而开面包车的男人 却紧张到了极致 哥 我还不想死 投降吧 男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愣头青 他不敢说一句话 因为他只要一张嘴 肯定会吐出来 而前方不远处 一名交警正在做饭 火烧吃 帮我喜欢吃 而这时面包车和我刚好进步 你陪我鸡翅膀 分队注意分队注意 环城路上有人飙车 需要支援 往往 另一边的徐猛开着不知道哪里搞这个车 也刚刚来到交警身边 由于不得要领没有触发龙卷风旋落 那真是最快速度也只有30码 呃 徐哥您怎么在这里 怎么了这里有任务啊 是啊出紧急任务呢 总不能说自己买个包子的功夫车 就让警员开跑了吧 交警队的同志看着开着归宿车的徐猛 一脸疑惑 不说了 你去哪里 拿我一道 徐猛说着便上了车 交警队的同志也是一脸无奈 徐哥别说了 刚刚得到群众举报 说是有两辆车在环城路飙车 还拿香蕉羞辱他 我正要去处理一下 交警队的同志边说边看了看回传的照片 不对呀徐哥 这后面的警车是你们锁里的车啊 你们丢车了吗 徐猛听这段话一阵害嗓 不 其实是我们发现一名逃犯 交警队的同志听到此话疑了 卧槽这辆飙到220的警车 驾驶员竟然是你们河东派出所 河东派出所什么时候出了这种人才 是完元神门的吗 徐猛听到220时速更是惊讶不已 这辆破车自己算是熟门熟路 别说220 就算开到120 破方向盘都乱动 220吗 齐同伟真是不要命 这次回去不管如何要关他禁闭 而你看越来越近的面包车 脸上的兴奋就压抑不住 从副驾驶底下抽出棒球柜 随时准备上去揍他 突然 警报警报 油量即将欠费 你紧忙伸头看一眼 油箱只剩下半个不到 他的警车怎么不驾满油啊 这还怎么追 因为宿主开启超增压模式 我瞅了一眼转速表 他已经顶到头了 但这并不代表此时是180吗 而是因为他只能显示到180 我又来了 看着越来越近的警车 独腿战神都猛 我这辆面包车 可是用了十次交易 两脚羊的利润改装过的 别说警车了 就连一般的跑车都追不上自己 但后面那辆破车 是怎么办到的 哥 咱们跑不掉了 女人已经被吓破打了 闭嘴 本想要干完这一单就金盆洗手 没想到在最后栽跟头了 然而就在这瞬间 我的警车直接超过面包车 一个潇洒的飘移掉了个头 他妈的疯子 今天老子非得撞死你 男人露出疯狂的神奇 但当他看清对方主驾驶 没人的瞬间 他一时间猛低了 难道对方是外国车 右侧主驾驶 但他还没想明白 一声风鸣面包车和警车撞在一起 在系统保护下 两名犯人无一人挂掉 都只是被卡住出不来 而就在这时 交警队的同志接到个电话 不好了刚刚得到的消息 两辆车撞在一起 看照片主驾驶都融为一体了 徐猛听到这个消息 宛如惊雷在耳边乍响 锁里刚刚得到一员猛叫 转头就没了 这回去怎么向老张交代 当交警队的警车来到事故现场 徐猛看着两辆车驾驶位 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 但同伟给徐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天都英才啊 同伟啊 我对不起你 早知道我买包子的时候 就把钥匙拿下来了 我来的时候 好像老板还喊我呢 客官 我是喊你结账 农民工工资都该不拖欠的 就一袋包子你至于吗 我差点要去见我太奶了 当即讲到七同伟和管内两脚羊的 两个坏人上演公路狂飙 途中不仅羞辱了无辜市民 还毁了交警的午餐 另一名交警竟觉得同伟车技实在逆天 询问徐猛车技是不是玩原神练出来的 就在同伟邮邮箱告急的危机关头 直接360度飘移反向截停坏人 最终两车相撞 姗姗来迟的徐猛看着车祸现场 开始后悔没有看住同伟 更离谱的是包子铺老大爷因为徐猛买包子不结账 硬生生爬到了事故现场 呀 大爷实在对不住 辛苦你爬这么久 您先歇会儿 一会儿我送您回去 而被默认挂掉了的同伟 此时正在树林子里放水呢 谁在哭 上完厕所回来的同伟 看着痛苦的徐猛一脸乌衣 看得兴起 甚至递了一卷手指 徐猛接过指 看着熟悉的脸 突然定住了 果然是我太过思念你 都出现幻觉了 不是指导员 你就这么想让我拿特等功吗 给我个二等功就行 我不嫌弃的 徐猛简直不敢相信 指着车祸现场说道 你你你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怎么了指导员 你看到我活下来好像很难过 怎么会 这是看到你活下来喜极而泄了 没啥 就是看两个坏人 拿麻袋装了一个小梁脚羊 应该是赶着去交易 我想着再不追就跟丢了 诺 都在主驾驶里面卡着呢 放心 我很温柔的 没撞洗他们 徐猛听完放心了下来 而这事交警走了过来 兄弟 你好牛啊 这车你能开到二百二十码 是完元神还是完蛋载练的 完元梦之心玩的 你们来得也很快嘛 哦对了 兄弟你驾驶证给我看看 我没有驾驶证 徐猛突然按住童伟的嘴 拉到一边小声说 你没有驾驶证 对啊 怎么了 我这技术 我看也没必要考了吧 是不是回去锁里给我特批一个 不呢 你这是无证驾驶加超速 最后还撞车 算了 我去和他说 不多时 被卡在车里的坏人被弄出来了 男人最先想找的就是童伟 大哥你了不起 我独腿战神甘拜下风 这么多年野场子赛车我都是第一名 要不是 而我上去就是一巴掌 不是什么不是 摸摸唧唧的 我告诉你 菜 就多练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你要是一直拿以前当做现在 哥们你怎么不拿你刚出生的时候对比啊 男人一声叹息 自己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依靠自己这一手车技从未失手 今天竟然落在警察手里 再一抬头 看到童伟肩膀上的辅警二字 顿时更加无语 张景年和刘卫国这时也赶 张景年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察 这种训证 心中就是一阵酸楚 上前又给了坏人几个大嘴巴子 所长你别伤心 咱们不是还有一辆吗 而这句宽慰的话 传到张景年耳朵里就不一样了 恍惚中张景年早会看到 童伟肯定一辆耳朵 让自己报复的一事 童伟啊 我之前是说过出事我给你兜着 不过这是公家的东西 损坏还是要照价赔偿低 而牛卫国双眼中都在冒光 童伟啊 有没有兴起来我对你 警车随便走 你拿来撞住我都没意见 童伟 听到这句话直接火 飞声就挡在我前面 放肆 我现在宣布 童伟不用赔钱了 那辆警车送他了 牛卫国我警告你 这是我河东派出所的人 收起你的坏心思 小心我和你拼命 牛卫国听到此话 扑斥一笑 你又打不够我 徐猛见缝插针说道 别在这里打架了 该把受害者的身子找出来了 给那两个最大恶级的凶手定罪 这里还有两个倒卖两脚羊的贩子 接下来有的忙了 徐猛瞪了一眼二人 随后你就看到他们 骑刷刷地上了车 位置正正好好 唯独把我留在了原地 我拦住徐猛的警车 不许走 指导员 我还没上车呢 徐猛露出头 一副玩味的样子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年轻人吗 多跑跑步 对身体好 哦对了 这个给你 这上面不还能做一个人的吗 你拉你了呀 胖臭 徐猛刚说完 就把车开走了 然而交警同志早就准备好 送我回队里学习了 不是 我这是为了抓犯人才这么做的 哎呦我肚子痛 我得去医院了 交警队的同志点点头 确实 要不是因为抓犯人 你超速300%还无证驾驶 肯定不会只是听听课这么简单 至少也得进去蹲几个月 那那那 那我还没吃饭呢 刚才徐猛来的时候太着急 早把包子都一边去了 这是上级的倒霉蛋拿着鸡翅说道 那鸡翅吃不吃 上级讲到七同位 终于将迎手镯送给了 倒卖两脚羊的贩子 却因为无证驾驶被拉去交警队学习 出了交警队大门的统伟 耳边突然响起气口的声音 恭喜宿主完成两件案子 奖励技能一无伤反甲 每天只能施展一次 奖励技能二死削笔长 宿主可以舍弃听诀 从而加强速度 舍弃的感官越多 转换也越强 就在这时徐猛打电话来了 统伟听完课了吗 你听着对面徐猛略带焦急的语气 石岛员怎么了 是又有案子了吗 是 现在来一趟锁里 那你说王子起上车 同伟刚回到所里 就看见三十多号人 鹤枪实弹的齐刷刷站在院里 看到这阵长 就知道今晚有大动作 会议室内 刑侦大队的同志 见你进来脸上全是钦佩 毕竟破案效率如此之高 前途不可限量 我看见一位老人在旁边喝茶 牛卫博和所长在一边伺候着 直接问道 领导们 是什么案子 就是你中午抓到 倒卖两脚羊的贩子 当时人赃并货 但经过我们的调查 发现他们两人还只是小喽啰 真正的大鱼还在下面 这还不简单 直接把大鱼捞上来不就好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喝茶的大叔一听此话 将壳里的茶水吐了出来 你们继续 这茶太烫了 要是真的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们翻阅他们行车记录仪得知 他们做完这单 就会金盆洗手 要是迟迟见不到上级 到时候找个地方藏起来 这鱼就难抓了 你听到这话一愣 就那破五菱 还有行车记录仪吗 直接让犯人招供不就好了吗 所长张景年 举着自己已经缠着纱布的手掌说道 我审问时真是一点都没有留守 但这两个犊子硬是什么也不说 看来打是没用了 童伟 时间不多了 这次就靠你了 童伟走到审讯室 看了一眼他们头顶的数值 男百分之十 女百分之十三 两人在看到你的瞬间 他们头顶的数值就齐刷刷都涨了百分之十 我就这么可怕吗 两人点点头 告诉我 你们老大是谁 他手上还有没有人质 两人对视一眼 我们就是老大 没有别的贩子 我们做完这单打算金盆洗手 你们知不知道 在这个地方不说实话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就是连路过的老鼠 也得听我的 既然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问你别的问题 你们将这些人卖给谁 女子带着恐惧的眼神看着我 主要是卖给那些 娶不起老婆还想传宗接代的国家 你也知道 不是什么地方治安都像龙国这么好 你还挺伟大呀 还知道帮他们传宗接代 你自己怎么不替他们生呢 别说你们就犯这么点事 我还没听够 男人只能接着女人的话题 继续说下去 我们还把龙国那些残障人士抓走 把他们卖到国外 听到他的话同伟眉头一皱 男人并没察觉到气氛不对 还在自顾自地说着 你也知道酒病床前无孝子 像他们这种残障人士 会拖累整个家庭 况且现在黑市的器官很贵 生物实验又找不到活体 男人还没说完 我直接飞起一脚踢在他身上 难怪每年有这么多残障人士 莫名其妙的失踪 都是你们这群人渣 男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我在问之前就能猜个八九不离时 但真的听到之后 心中怒火更胜十分 一伸手便将男人拽了起来 接下来我问你 答错 你应该知道后果是什么 男人点点头 不敢直视同伪的眼睛 拆不在高 男人贩子本以为会和案件相关 但没想到突然间问一道雨问题 大脑暂时抽了一下 谁不在地 回答错误 迎接男人的就是你的西装 你也不行啊 换个题 一千减七等于几 等于九百九十三 九百九十三减七等于几 九百八十六 男人急得满头是汗 自己也进过局子 就没遇到这么会玩的警察 就算遇到会动促的 也都是象征性的恐吓 西装这一个不小心是会死人的 红尾抬手一举的轰在胸口 不是九百八十六吗 是啊 但是这和我想给你按摩有什么关联 九百八十六减六呢 九百七十九 男人贩子下意识说出答案 但他没想到你竟然遍体了 刚刚走到门口的几人听着耳边一声接着一声的惨叫 白发大叔一愣 对张景年说道 这心愿够狠的 和你年轻时候差不多 张景年刚大了笑 转念一想同伟之前做出的各种骚操作 不敢当 我年轻时候可比他稳重多了 徐猛听到此话乐了出来 牛尾国也点点头 他此时确实觉得张景年说的对 自己审过这么多犯人 也是第一次看到逼犯人跪下唱歌的 同伟转头发现审讯室外面站着几个人 其中张景年对自己几没弄理 言下之意便是让自己悠着点 我露出憨厚笑容 转头看向身旁的女人 男人看到我终于不再折磨她 长舒一口气 我默默拿出手机 门外的几人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打开手机设置 小爱同学 将唤醒词更改为 从现在开始 我们做个游线 我问问题 你们回答 答对的人抽人 答错的人还抽 随后我抬手一巴掌扇在女人脸上 手机直接震动 如果声音唤醒不了手机 就给我一直抽 抽到唤醒小爱同学为止 个派出所的警察 仅靠问犯人一千减七等于几 竟然就让犯人哭着把能交代的全交代了 上集说到同伟将倒卖两脚羊的两名贩子关在一起 反复问犯人加减法 谁先答对就获得给同伙大嘴巴子的权利 但响声要使同伟的手机亮点 鸡贼的同伟却将手机的听筒堵上 这直接导致了两名犯人的内讧 哥要不你问点什么吧 我是真顶不住了 男人 被抽的说话都不利索 女人 听到此话连连点头 又藏在哪里 男人低着头犹豫了片刻 都不说是吧 那大家也别浪费时间了 一千减七等于几 你冷眼看着人贩子 听到这串熟悉的数字 两名人的身体一阵颤抖 此刻两名人都已经达到百分之一百 女人此刻紧忙出生 哥 我们这次来山城 是要把人票卖给河东村 顺带手再从山城绑走一人 老大就藏在开发区南投工艺人厂房内 同伟弹手又给两名人的嘴巴子 挺有能耐啊 就你们还要从山城再绑走一人 绑走谁 卖去哪里 绑走人是他说的 你干嘛打我 怎么你不绑吗 男犯人看我又要生气 胆忙低下了头 女人紧忙如是招来 就在今晚 人票脑子有病 每晚九点都会去麻将馆打牌 这种神经病消失了 他们家人也只会报警 不会联想到被人绑票 买家都是老大联系 但我偷偷听老大说过 说是有人看上他的心脏 同伟听到女人贩子的话 瞬间暴怒 一把将他提到空中 你们绑架的目标 每晚九点都去麻将馆打牌 女人也不知道哪句话说错 让这辅警大哥这么生气 对对对 所以我们计划晚上九点去路上堵他 然后连夜离开山城 去哪里绑人 那人你们见过吗 女人紧忙回答 只知道那人住在龙河桥南路 我们都没见过目标 你顿时感到一阵害怕 刚刚女人贩子所说的情况和自己家一样 自己老妈每晚就有去打牌的习惯 而且也是住在龙河桥南路 同伟看了一眼手机 幸好现在才七点四十二分 现在打电话让老妈别出去就行 你们都被我抓来了 他们还能按照计划继续实施 不怕你们反水吗 男人继续补充道 哥 以往有人被警察抓到 老大为了防止泄露都会提前行动 听到这句话的我十分不安 拿起手机就拨打老妈的电话 打到是能打通 但就是没人接 于是紧忙拨打给自己老爹 老爹我妈去打牌了吗 老爹听着你急促的话语 有些摸不到头脑 已经去了半个小时了 今天晚上有个什么早去领鸡蛋活动 就出发的早点 怎么了 同伟尽量让语气平静下来 不让老爹担心 没事老爹 注意休息 我今天晚点回去 老爹听到这话一愣 察觉到有些问题 你注意安全 同伟挂断电话 整张脸都晕沉下来 两名人贩子看到这一幕 竟突然觉得刚刚的你看着 还有三分亲切 现在看着比犯人还像犯人 将你们知道的所有情报 全都交代出来 说错一个标点符号 后果自负 同伟说完拿起警棍 只会戳进墙里 看见这一幕 两名人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 粗壮的警棍 直接插进混凝土里的时候 男犯人下意识 竟然想捂着臀部 这警棍要是扎在自己身上 我怕是后半生 都要穿尿不湿了 别人即使说出来 要这么做他还不能行 但面前这个愣头轻浮紧 男犯人觉得 他什么都能带出来 女人类脸脸 哥我不想当坏人了 当坏人好危险 男人也痛哭流涕 你说的太对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听到 一千减七这句话了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男犯人就全交代了 甚至将小时候 偷看邻村大娘冲凉的事 都说出来了 但仍然觉得自己说的不够多 想再说点犯过的错 我问你这件案子呢 你和我扯那么远干什么 这时外面走进来两名警察 上前将两名犯人的手铐住 男人不由的一声感慨太好了 终于安全了 刚要离开 同委又问 关于这件事 都交代清楚了吗 再好好想想 女人听到这话又哭了出来 我都把老大喜欢什么姿势 大小如何都告诉你了 还能隐瞒你什么 同委看着他们痛哭流涕 毁过自新的表情 和头上各自的100% 满意地离开了审讯室 刚出大厅就往警车上走 但被张景年拉住 同委你干嘛 听从指挥 所长对不起 他们抓的人票是我妈 我必须现在立刻马上去救她 徐萌也在一边说道 同委 你虽然来所里刚刚一天 但我们是一家人 你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 我们一起去 喝茶大叔气负一声 既然问出了情报 仍口在现有五人 河东派出所和刑侦大队联合行动 务必将所有犯人一网打尽 并保证其同为母亲的安危 出发 晚上20点10分 离目标厂房还有五里路的距离 所有警车骑刷刷停在胡同里 警察全都下车步行前进 就是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这里本就没有开发完 平常就没什么人 半夜更加没有人影 只能偶尔听到两声全废 牛卫国指着前面一处厂房说道 那就是犯人交代出的藏匿地点 但里面太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不能确定人还在不在里面 张景棉一板手 指挥警察包围场合 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逃出去 尽量不要开枪 同伟爬到坏掉的路灯上 双眼微眯 同时开启系统此消彼长 虽然此刻厂房里面漆黑一片 但舍弃掉听觉和味觉 并加强视觉的同伟 隐约间能看到六个黑影 其中四个坐在边上 有一个手中拿着一把枪 坐在一人身上 同伟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老妈应该已经被坏蛋抓住了 而且他们还有枪 徐猛看着你 同伟发现什么了 徐猛觉得同伟现在情况不对 我一会也和所长去参加包围 放心我不会乱跑 徐猛看着同伟平静的表情 他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那你去吧 同伟得到命令 向着厂房摸过去 结果一转头发现张景年也跟在身后 所长您这是 张景年摇摇头 你还年轻经验不够 你把握不住 孩子 跟在我后面 我听到此话 心头一暖 憨厚地笑了 徐猛看着张景年 带着七同伟两人竟然悄悄顺着窗户摸进去 徐猛说完就拔出腰间配枪 并且将河东派出所的人全都集结在一起 我告诉你们 准备好 听到枪响 给我第一时间冲进去 厂房内 同伟跟在张景年身后 不愧是所长 这么漆黑的环境下 竟然能做到剑步如飞 并且不发出一点声响 而同伟开启此消笔掌之后 才能够看清方圆15米的范围 并勉强跟上张景年 张景年更是震惊 想当年自己可是特种作战部队的队长 最擅长的就是侦察 就算当年特种作战部队中 也没有几人能够在这种环境下跟上自己 这小子真是天生当警察的料 突然间张景年被同伟一把拉住 九点钟方向 有六个人 人质也在 然而张景年身头一看 别说人了 甚至连个毛都没看到 张景年眉头一皱 这群人 不简单 这么漆黑的环境下都不开灯 甚至连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此时厂房五名人贩子中 坐在左边的一声乱哼 这是两个废物 去交货这么久还没回来 老大他们是不是偷跑了 另一名人 冷笑 我看瘸子没有这个胆量 控起他的钱还在咱们手中 我觉得应该就是被抓了 最好直接死外面 正中间 老大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 再等十分钟 他们再不回来咱们就撤 至于他们的钱按老规矩办 右手边的罪犯也在此时附和道 我更加希望他们别回来 我记得他们两人的卡里 足足有两千万 这下我相中的那台超跑 就有轴落了 四名手下此刻的眼神中 全都是他们 老大 这傻子真是敬畏 一颗心臟除下八百万 黑市上一颗心臟也才七八十万 你知道什么 这傻子好像是什么特殊血型 整个戎国都没有几个 不以稀为贵 老大瞪了他们一眼 不要随便讨论买家的消息 这是规矩 乱说话分钱的时候扣他一半 大家都感觉到 老大似乎生气了 一旁小弟紧忙说道 老大你还不懂 老四老五他们就是 当着你的面碎嘴 背着你嘴沿着呢 被骂的老四紧忙说道 对对对 老大我这嘴就是碎 老五则有些不服 我不是人哪 我到底是不是人哪 老大一声冷哼 手上的动作更快 冰冷的枪口直接抵在老五的额头 你是个灾人你 我给你演了 你就是个 就因为是最后一单 你们刚刚在我面前说话 我才没有动手 今晚过后好聚好散 你就是去吃屎 我也不管你 而另一边 张景年看到 童韦指了指手枪 狐疑地看着童韦 思索了一番 还是将枪交到我手中 但接过张景年的手枪后 我犹豫了 我根本没有把握一击毙主 可当我真正握住手枪那一刻 内心却从未如此坚硬 童韦你振作起来 妈妈还等着你去救呢 别怕 妈妈会保佑你的 张景年看出 我现在状态不好 用双手比划着 什么姿势瞄准更好 我对自己要求不高 左手边那人肚子挺大的 先打他一枪 让犯人们内部混乱起来 然后借着夜色冲上去 检测到宿主第一次使用手枪 获得能力智慧手枪 智慧手枪 当我看向敌人的那一瞬间 五人头顶便出现一个红色方法 以自动锁头 宿主随时可以开枪 也可以通过意念更改瞄准位置 当即讲到我激活了射击自描技能 身体瞬间螺旋升天 犯人也都被矿抢了 而此时罪犯们都在想着钱怎么花 并没看到我的存在 我没有过多犹豫 五名罪犯应声倒下 而我唯独留下了老大的蜜 只因他的穿着颜色 像一位24号的故人 智慧手枪技能使用完毕 冷却倒计时 十年诊 什么 十年 十年之后 老大早都复活了 正在一旁两只手疯狂笔画指挥的张景年 一脸疑惑地看着一秒八枪的我 这小子没事瞎打什么 张景年被气得够强 自己刚刚那么努力地指挥 他竟然一点都没听进去 接着又将手枪夺回来 他知道自己该往前冲了 然而面前的一幕令他摸不到头脑 五名贩子里 四人正中眉心 当场死亡 还有一人四肢都被废掉 童伟他不是瞎打 这是什么神仙枪法 张景年从业多年 大大小小的行动参加过很多次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童伟你是怎么办到的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 因为我是神里凌华的狗 在外面负责指挥的徐猛和牛卫国两人 同时听到了里面的枪声 徐猛刚想指挥警员往里面冲 但被牛卫国抬手拦住 里面只有一把枪响 难道被发现了 徐猛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动 还在他娘里犹豫 我的人别老子冲 徐猛拔出腰间配枪 瞬间暴走 罪犯团伙的老大一愣 刚刚一秒钟内发生的事情太多 手下接连暴毙 自己突然听到枪响 刚顺着声音方向去找人 结果就看到自己这边四人 齐刷刷全都躺在地上 全都是没心中枪 而自己的双手也同时中枪 从声音他能听出来 对面只有一把手枪 一股冷汗从他后背冒出来 这个圈子非常小 各个国家特别厉害的高手 彼此之间都相互认识 绝不可能出现纯心人 而看清手臂上的伏锦二字时 他嘴角一窗 把头抬起来 把头抬起来 阁下的嘴果然够硬 但倘若 我一脚踩在你 不知阁下 是不是还能做到一声不吭 人老大眉头一皱 随后小头一歪 冷淡一笑 这可是人身攻击 你枪法如此高超 关闲绝对不会低 这一脚绝对能让你倒退二十年 你来呀 快踩呀 你操勇 第一次听到这么发耳的要求 这时指导员徐猛 带着二十多名警察赶来了 本来还在担心你的徐猛 发现你又在给罪犯执行淡碎计划 把头转向一边 张景年就安静地站在一旁 似乎有被震惊到 毕竟这种场面 自己到现在也仅仅见过三次 而这次离得更近 冲击性更强 所有警员齐刷刷哆 都感觉到自己下身一阵冰凉 刚刚还无动于衷的老大 现在只想求诉死 说 把我老妈藏在哪里 还是说 你们已经把她 童伟越想越害怕 童伟眉头一撞 抓着她的领子 抬手又是大嘴巴子 活爹 别打了 说 把我妈藏在哪里 童伟表情阴沉 贩子却猛了 你妈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里 我反正没妈 你完蛋了 童伟见这贩子嘴确实格外的赢 准备再给她来一次 老大紧忙出声 大哥你有问题可以问 别拿我小兄弟出气 你们绑架的女人在哪里 是不是已经卖掉了 快说 贩子老大一愣 我们今天晚上就绑了她 没绑什么女人 我真没骗你 原来如此 你这人怎么不早说 早说我就不踩你了 贩子老大嘴角一抽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事吧 童伟眉头一撞 你一个贩子 因为你毁了多少个家庭 还有脸在这里动抱怨 张景年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随后也走上来 抬手一嘴巴抽在贩子里面上 说得对 真该死 大家都上来抄她 明明是个人渣 还敢在这里抱怨 不一会儿 二十多名警察就都上来打完了 张景年微微一笑 看着众人 贩子老大虽然被我方击中四肢 但他拒不复发 仍然与我们进行缠斗 最终齐同伟同志一脚踢在贩子要害 这才阻止了贩子继续发疯 先生大意 徐萌此时才明白张景年到底在想什么 还得是你 直接把我们都拉下水 让我们一起做伪证 张景年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 老徐我这都是为了大家着想 这样原本一个人的功劳 不就变成大家的吗 咱们不能让同伟一个人占这么大的便宜 牛卫国一白手 带去侦察大队 牛队需要喊救护车吗 犯人这情况不对 牛卫国冷哼一声 不需要 连夜给我审判 他现在的情况肯定能活到伤情场 徐萌看着张景年 按照他对张景年的了解 平常这种事情让他碰上 就算是撒泼打滚 也要把犯人带回河东派出所 但这次张景年却全当没有听见 五名贩子击毙四人 人质安然无恙 我宣布此次行动圆满成功 张景年也是参加了这么多次行动 这是唯一一次没用的上他的时候 怎么突然有一种退休的感觉 回到所里后 牛卫国倾壳一声 老张 你真的不考虑把他让给我们 这人你们河东派出所压不住 张景年冷笑一声 我都把这案件交给你了 还来这里挖我的人 能压一天是一天 我现警察局压不住的人 你也压不住 牛卫国无奈摇头 今天我就不回刑侦大队了 就在这审办 晚上路不好走 张景年听到此话 眉头一皱 这老小子是想白嫖同伟 正好可以让他出出血 张景年眉头舒展 露出暖心的笑容 同志们 今晚夜宵全场的消费 由牛公子买单 本来牛卫国没有多想 然而事后看到账单的他后悔不已 薅羊毛不成反被薅 损失了三千多块 这有个碗 先捡起来 哪一天保不及用得上 上集讲到同伟开自苗 击毙了四个坏人 并通过审讯得知自己的母亲 并没有被绑架 最后顺利收队 红伟回到家 看母亲安然无恙后 又赶回了所里 看着面前的桌子上 摆着满满一桌的饭菜 最离谱的是 上面竟然还有海鱼 这可是龙国西边的海鱼 贵得离谱 所长 什么时候所里经费这么多了 今天牛大少请客 同伟快吃啊 这鱼好吃 快多吃点 吃完还有 牛卫国脸色铁青 站在一旁 天亮了 喝茶大叔换上一身警服 来到河东派出所 张景年紧忙出来迎接 张景年之前 把人否则案件网上汇报时 他也没想到 跟着牛卫国一起来的 还有市公安局局长 刘念凡点了点头 是啊 我老家也是山城县 我对这个案件特别关心 对了 之前那辅警小兄弟哪去了 刘念凡环顾一周 没有发现同伟 张景年眉头一周说道 他就是太爱工作了 现在还在审讯犯人 您说这么爱工作 有能力的年轻人 怎么能是辅警 刘念凡听到此话笑 你别拿话点我 关于齐同伟同志的转正 申请我同意了 张景年听到此话 眉头舒展开来 刘局 您这是什么话 搞得像我逼您似的 我这就带你去见同伟 刘念凡走到审讯室门口 看着里面的贩子 老大满口 旁边的两位人 手也肿了 张景年怕刘念凡误会 刘局这都是贩子自己抽的 同伟可是一下都没动手 刘念凡听到此话 满有深意的看了一眼张景年 同伟拿着整理好的资料 走出审讯室 张所长 犯人已经招供 这是他们的供词 他们说还有一大笔钱在海外 这是银行账户和密码 在隔壁市的老虎宾馆 有与他们接头的人 张景年恰逢时机说道 同伟 快来认识一下 你们之前见过的 刘局 烟室公安局局长 我听到此话一惊 是公安局局长 父听 绝对的大佬 刘念凡局长对这个新人颇为满意 刘局好 小同志你也好 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啊 你们也都一晚上没休息了 差不多就休息一回 别为了审判人把身子弄坏 同伟受宠若惊 是 遵命 一周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摇椅上 无所失事 袖子的辅警二字也换成了警察 自己成功进入编制 并且是山城自建立以来 唯一一个从辅警进击到正式警察的议员 对于这个提议 山城所有警察都没有意义 毕竟 我可是报到第一天就成功破获数个大案 更为厉害的是我的审讯手法 明明犯人身上没有伤 但就是一直喊他 医院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同伟 局长喊你去办公室 我听到此话立马翻身而起 终于来活了 这段时间在所里待的都要长草了 连神都不香了 我三步并两步走到张景年的办公室 隔着老远都能听到电话另一头的夸奖 对我其实没做什么 就是负责指挥 您放心我不是那种骄傲的人 什么叫虽然没见到我 但能想象到我尾巴朝天的样子 老领导我是那种人吗 嘿嘿您看人真准 什么您过段时间要来一趟 前些日子出任务弄坏一辆警车 所里本就只有两辆警车 这下可没办法去接您了 什么您要送我二十辆 我听错了 两辆马老领导 您教导过我们做人要诚实 我这可是遵循您的教会 电话另一头的老领导似乎生气了 猛地挂断电话 我对张景年这副高兴的样子 早就见怪不怪 这周每天都会有人打电话进来夸奖一番 指导员徐蒙可就忙话了 今天被市里叫过去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讲述之前审讯及通缉犯的过程 和在长途车站的抓捕细节 按理说这种事情应该是让张景年这位所长去 但之前有一次某位记者问了张景年为什么偶打 结果张景年当场来了一句 这种人渣就是欠打 自此东派出所的新闻发布会都是指导员徐蒙参加 你猜猜刚刚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我听到这话 脸色一臭 这段时间几乎是天天都能听到张景年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昨天是省力 今天总不可能是 这种事情不可能惊动那个层级 除非你把绵北一窝端 是我曾经的老队长 你知道我的老队长有多么牛逼吗 这段时间每次问完同样的话 张景年就开始怀念年轻时 一次两次还好 架不住天天听啊 恰在此时 办公室的电话再次响起 打断了侃侃而谈的张景年 同为你看 何夕派出所都打来电话祝贺 咱们两家可是老死不想往来 张景年特意打开免提键 让你听听何夕派出所的祝贺词 电话里面的声音和风细语 我光听声音就知道教养很好 也难怪何会张景年不对付 张景年所长 我们发现一个邪教团伙 在实施抓捕的时候出现了披露 导致邪教头领逃窜到 你们何处派出所的地界 电话里的声音不及不火 电话这头的张景年急得抓耳挠塞 说重点 犯人有几人 犯人逃到哪里 有没有武器 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 目前把邪教头领堵在周家营城中村 但这片城中村范围太大 邪教头领还被叫中保护 一时之间抓捕到 张景年也不管电话另一头的声音 出发周家营城中村 给老子抢在河系派出所前面 抓住邪教头头 这年头什么人都敢往我这跑了 上集讲到同委辅警终于转正 所里便又遇到了抓捕邪教头领的大案子 所长 我觉得咱们正面配合包围 但更应该派一个人乔装进去 深入城中村 张景年听到这个计划觉得十分不同 你又想要自己单飞 所长不是我要单飞 而是周家营城中村常年住着两三千人 咱们两个派出所加起来也才二十多号 没等抓到呢 人家早跑了 张景年听到同委的话 想了想 将腰间配枪交到同委手中 起量抓活的 但记住 你的命最重要 关键时刻你可以无限开火 放心吧所长 我最近游戏打得身体都长毛了 正好出门给咱们锁立个弓 周家营城中村 我身着便宜走在路上 不经意抬头的一瞬间 和一个小青年四目相对 男人转身走 而我瞬间拦住了他 你是做什么的 见到我就跑我就这么可怕 我一步一步走向男人 然而我万万想不到的是 男人竟然从裤兜里拿出一颗手榴弹 你其同委的威名 如今的山城谁人不知谁人不笑 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拉拴了 你也不想一年早是吧 我憨厚一笑 脚下一点都没有犹豫 一把抢过来手榴弹 啪着一道蓝丝的火苗窜出来 怎么你难道要给我点根烟啊 伟哥我就是一个爬手 最近都没偷了 你们锁里都放过我了 您看能不能放过我 我听你这意思 你还想继续偷啊 这么大个人 怎么就不能找个正当工作 真不争气 不不不 不偷了 只是有点怀念里面的氛围 同委瞪了他一眼 便将手机中的照片放到给男人看 他现在就藏在这里 你肯定知道他在哪里 男人见到这张照片 又看了看你举起的手 伟哥你听我劝一句 杰克王这人抓不得 他不是我们这种小喽啰 有喝 在这龙国境内 还有不能抓的人 怎么这个什么屎克浪是你爹啊 男人一声叹息 不是屎克浪 是杰克王 听说他有个败把子的哥哥 在金三角地带是倒腾冰糖的 老牛逼了 你要是动了他 只怕不得安宁 同委带着憨厚的笑意看向他 你现在的任务 是帮我抓到时刻了 要是抓不到 你们这行 不是有讲教贼不走空吗 那我出来这么远一趟 什么也没抓着 那只能请你去喝茶了 男人嘴角一抽 好吧 我大概知道杰克王会藏在呢 这鱼装 就看你的了 不多时两人就进了村 刚刚走进路口 我就发现不对劲 卖煎饼的大妈一直偷瞄自己 蹲在旁边抽烟的男人 见到我也掐灭了烟头离开了 我见此情景眉头一皱 不一会儿从房中 走出一身穿白袍的女人 你们二位也要加入善良教吗 对对对 我特别善良 遇事不决就讲道理 既然如此 那就随我前来 女子将二人带入房间之中 甚至没有询问两人的来历 刚一进入房间大堂 就看到杰克王挺着个油腻的大动脑 我双眼一瞇 发现这大堂四周 站着四名全身肌肉隆起的壮汗 我刚刚感受到光的降临 你也感受到了吗 是的 我感受到了可力的降临 杰克王拿出一个瓶子 我瞄了一眼 里面脏得很 既然你们都接受了真主的庇护 我便给你们四福 饮下圣水 便能获得力量 信徒们满脸都是期待 他们一直都等待着圣水 杰克王拿过玻璃瓶 走到左边第一人身边 此人紧忙张开嘴 用饥渴的眼神盯着圣水 杰克王将圣水倒在此人嘴中 紧接着我就发现 磕下圣水的人双眼迷离 四肢颤抖 时而笑时而哭 冰糖 身为龙国人 天生就对冰糖深恶痛绝 同围本以为 这只是一个 用精神控制的邪恶组织 没想到竟然是用 控制 真是罪该万死 你双眼瞄着杰克王的下身 脚好痒好想踩点什么 而杰克王端着圣水 走过来说道 既然你也选择 接受真主的庇护 我便给你四福 饮下圣水 便能感受力量的强大 警测到宿主 将要饮下 纯度极高的冰糖水 现觉醒技能 百毒不清 请尽情畅饮吧 上集讲到刚转正的警察 气同伟发现 贩卖不品的邪教教主 而邪教教主 竟然让同伟 喝下稀释后的冰糖水 恰在此时 系统激活了 百毒不清系统 同伟随即把圣水 一饮而尽 教主 我实在太渴了 还有吗 我太渴望力量了 杰克王已经猛逼了 你无敌了孩子 这特梦哪来的傻子 喝死了就别怪 我赶你腰子了 而同伟 趁着杰克王思索的功夫 顺势从他身上 抢来了冰糖 光喝水 好像不能够过瘾吧 教父 你这个给我尝尝 这可是我的 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啊 这么说 你是不想让我 感受力量吗 教主 四周负责安保的壮汉 见此情景就要冲过来 但同伟从口袋中 拿出手榴弹牌打火机 过来啊 再过来 我就让昆昆引爆 杰克王一看 这是个亡命徒 还是不得罪的好 等等 我可以让你感受力量 得加钱 加钱 我是警察 我一个月几千块 警察 警察怎么了 怎么你想效仿 别人黑吃黑骂 你这个瘾君子 杰克王不仅丝毫不慌张 而且认定了 同伟是个瘾君子 想到地板下面 还有几斤的冰糖 觉得足以发展 同伟成为自己的内线 想到这里 杰克王兴奋极了 在房间里引爆手留待 你也会死 不如我们谈谈合作 我给你冰糖 你做我内线 而同伟听到这些话 已经快气炸了 他不允许任何人 玷污这神圣的职业 你知不知道 每年牺牲的鸡子警 有多少人 他们嘎都不能瞑目 我直接把手枪 直接塞到杰克王的嘴里 谁敢向前一步 我就一枪打爆他的脑袋 杰克王害怕到浑身颤抖 我只是正常的传播理念 教导民众心怀善良 龙国没有法律 限制民众信仰 你是警察 不能知法犯法 这是我剩余的圣水 稀释过的 99成纯度的冰糖 吃了会死的 我免费给你喝 行不行 童伟拿起冰糖水 既然你说 你是正常传播 只要你把所谓的圣水喝光 我就相信你 怎么样这个要求很简单吧 杰克王眼神飘散 不敢直视你的双眼 圣水是给教众喝的 我身为主教 喝了他会被反噬的 我钻住杰克王的左手大拇指 我相信你会被原谅的 毕竟你是逼迫的 他不会这么不尽人情吧 杰克王疼得嗷嗷叫 颤颤巍巍 仰头刚要喝下去 但就演技捉猎的手 童伟他的眼中 不由得乐出声来 你小子真是爱玩火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说着我便抓住杰克王的腿 把他拽出房间 将他拉到了城中村大队的广播室 我看着杰克王头顶10%的破防率 明白他其实在装 杰克王双眼中满是害怕 但他的左手悄悄摸到自己的背后 瞬间将腰间的手枪掏出来 变光火时之间 杰克王便看到自己的大腿上出现一个洞 自己手枪射出的钢珠 竟然打在自己腿上 钻心的疼痛 让他抱着自己的大腿一阵 检测到宿主刚才受到致命伤害 已自动使用无伤反甲 冷却到计时24小时 好家伙 幸亏我有系统护身 可以啊 还敢袭警 那我就先让你感受感受力量 我先和你讲讲道理 杰克王又装出一副可怜模样 警察大哥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几分钟后 杰克王的四肢已经废了 随后我走出房间 将男人招呼过来 维哥有什么事 男人对你的手段打心底里佩服 上来就掰断杰克王手臂 他们这种小混混最怕不讲道理的警察 我需要点东西 你去他房间里找找 明白吗 放心维哥 这种事情我最拿手 都怪统伟刚才着急试一试 心技能有多爽了 一口气把冰糖全吃了 现在闹得没有证据了 随后统伟进了屋 看着在一旁瑟瑟发抖的杰克王 使客浪 只要你当着我的面讲讲 所谓的圣水怎么获得 我就饶了你怎么样 杰克王不知道的是 我早已悄悄打开了广播 这无异于直播拉巴巴 圣水是真主赐欲的 至于获得方式自然是从天上 杰克王的话还没说完 童伟已经将他的中指掰成90度 还用憨厚的笑容看着他 说得太好了 继续吧 杰克王一咬牙 拿药勾兑 可以给人治病 会有之患的代价 这种免费送的圣水 有点代价很正常 天底下哪有百吃的午饭 我摸摸杰克王的头 你还真是有趣 都这种情况了 还在和我编故事 你是觉得我不敢下手吗 说吧 只听咔嚓一声 杰克王的哀嚎就传出去了 整个城中村都听得真切 城中村居住的路人 听到这声惨叫 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张景年这时正坐在一名青年员身边 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 然而听到这声惨叫的瞬间 就不淡定了 走 跟着我去村大队看看什么情况 而我这时又默默抓住杰克王的小拇指 哎呀 手指掰完掰脚趾 脚趾掰完 可能就得掰一些其他东西了 杰克王脸色一抽 觉得下身一阵发凉 我说 我都说 圣水就是一种新型 城中村的人在听到二字时 脸上极其闪过厌恶 克蒙的 我就说什么善良交友问题 医院治不了得并太能治 而刚才给同伟带路的少傅瞬间泪如雨下 他本来就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得了癌症 医院劝他放弃 年纪太小花疗太痛苦 后来寄希望于杰克王的圣水 能让女儿好起来 他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凑齐圣水的钱都去出卖身体了 一想到女儿彻底没希望了瞬间心如死灰 广播室内 既然圣水是 龙国又是净最严厉的国家 为什么还会把圣水免费分给大家 请告诉我你的计划 杰克王看着面色不善的我 因为赚钱 只要让他们成瘾 接下来还不是随便拿捏 而杰克王此时不理解了 不对啊 这人喝了好几个人的量 怎么什么事都没有 哼 反正你早晚发作 等你发作了我就做了你 这会儿索性有什么说什么 一会儿你就废了 这新型的冰糖只要喝上一点 这辈子都不可能见 我要把它们变成我的倦养家畜 服从于我 童伟双眼中已经充满愤怒 而杰克王却不以为然 我让他们在 悄悄在家人的饭菜中放进去 告诉他们说这是真主的恩赐 这样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发展出庞大规模 并且这些教众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只要两天不喝圣水 他们连睡觉都做不到 你他们还是不是龙国人 竟然这么坑自己家人 要不是因为还没省完 童伟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个人渣做了 杰克王委屈地看着童伟 大哥我不是龙国人 我只是龙艺人 怎么在国外待几年待会了呢 想要用冰糖打开龙国大门 你没这么好心把冰糖免费给叫中吧 肯定还有别的企图 杰克王微微诺诺看了一眼 说 多少钱 杰克王低着头 不敢看你的脸 这个没准 有钱人多收点钱 没钱的就用别的支付 孩子老婆都没有 就拿器官来换 要是器官都没有 就帮我们运冰糖 这时男人回来了 手里捧着一包彩色的糖和笔记本 哥 这些应该都是最新型的冰糖提纯物 笔记本里还有配比 这人竟然还是一个绝命毒士 杰克王在看到笔记本之后 双眼呆滞 完了完蛋了 我死定了